本已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 近日私有出现回暖迹象 外界对谈判风向的连番逆转可谓大跌眼镜 但也有观点认为 中共释出的所谓善意是为了先稳住美方 不让9月可能谈崩的中美贸易谈判 影响十一大庆的氛围 并预计美中新一轮谈判取得实质进展的可能性 仍然很低 中共国务院9月11日突然发布公告 宣布将在一年内暂停对虾苗 应用直线加速器 饲料用乳清 部分抗癌药和化学品等16种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其中12种此前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可退还 随后还放出风来说 正在询问购买美国大豆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价格 与此同时 美方也宣布将延后两周 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双方还将第13轮高级别贸易磋商延后至10月初进行 紧接着 中共各大官媒频频发文向美国示好 央视首当其冲 一改之前对美的锋利言辞 在9月13日晚播出的国际瑞评节目中 大唱中美之间良性互动的赞歌 并极力彰显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致力于达成互利双赢的经贸协定等 中共官媒旗下的微信公号陶然笔记 也不甘其后 发文呼吁双方更加务实 求同存异 让贸易谈判破冰 党媒的大外宣《环球时报》也依反其极端民族主义的鹰派立场 释出议美之词 为美中开展善意互动吹暖风 呼吁双方把善意互动延续下去 中共官媒突然开打温情牌 令各方猜测不断 有外媒认为 中共官媒近来的文风突变 显示北京的风向有变 巴克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分析 预计中方下一步 还可能通过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来换取美国减轻关税措施 也有分析指 中方又免税 又买大豆猪肉 又唱赞歌的 亦说明北京高层的决策可能变了 而这一切与中国国内经济形势严峻 即十一大庆有关 美国总统川普也在中共公布豁免清单后 在其推特上转载了美媒CNBC一名主持人的贴文 文中指出 贸易战已经让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当前中国国内的经济正在大幅下滑 民生危机 不少企业已经迁往或打算迁往其他国家 中共现在发现贸易战的成本比他们原来想象的更为昂贵 而这正是中共暂停部分美国商品关税的主要原因 今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0周年纪念日 北京当局将举行大阅兵等众多庆祝活动 此外一再延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将于10月举行 加上如今愈演愈烈的香港反送中抗疫运动 也没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宣布撤离而有所缓和 国际上对港警的暴力镇压也纷纷表示不满 美国国会目前正在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即保护香港法案 你制裁那些破坏香港人权与民主的人 以上是欧洲希望之声王洁宇综合报道